来自南方都市宝宝报 7月4号 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门梳理会总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高考假新闻假信息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辩网络谣言 谨防上当受骗 例如 每年都有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或交流群中都受所谓高考真题 绝密答案等 据有关调查 卖数万元一套的高考压题试卷 其实是不法分子花几百元从书店和网上买来的普通试卷 此外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不熟悉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骗 有的吹嘘自己可以弄到某某大学定向招生计划 保证录取 从而收取高额定向费 再者 网上经常流传某考生准考证丢失的信息 有不法分子借此提供虚假信息 所留手机号多为吸费音讯电话 再者 网上